這條方程組呢,涉及Variable雙加,他們的三次方雙加,和雙乘的 而是者呢,我們見到這一塊東西呢,令到我們聯想起一個熟悉的變形 就是x的三次方加y的三次方加c的三次方 就減3個xyc 那如果這一刻大家還未熟悉這個變形的話呢,可以學習一下 那首先我告訴大家,這個呢,就可以變成這樣子的 分別是x加y加c,這個東西 乘以x平加y平加c平,減他們互相之間的成績 就是xy,減yc,再減cx 就是這樣子了 然後我們做的東西呢,就是計一計這塊東西等於什麼 這塊東西呢,我們把這些數都放進去,就發現這塊東西等於27 那一個數乘以另一個等於27,那我們知道x加y加c這塊東西呢 就等於9,這個東西等於9 那9乘以什麼會等於27呢,那我們很容易知道 括弧裏面的這塊東西呢,括弧裏面的這塊東西呢,需要等於3了 那然後呢,這個東西還未變完形,這個東西還可以繼續變的 那我們看看,這個x,y,c的平...各自的平方 加在一起,那我們知道這塊東西可以將會再變多一次形 就等於x加y加c這塊東西的平方 然後呢,減,它們兩兩相成,x,y,加y,c,再加cx 那然後發覺呢,這塊東西,又可以拍到上面的這塊東西 那然後,我們又有,這塊整塊東西原本是等於3的 我寫在這裡了,這塊整塊原本的東西,不是不是 這塊整塊的東西,是等於這個x平方加y平方加c平方啦 那拍下去之後呢,我們整理一下呢,就會變成一條這樣的色 整個東西需要等於3,那什麼等於3呢? 就是x加y加c這塊東西的平方呢 減這個東西,拍完這塊東西呢,就是要減3塊了 x,y加y加c,再加cx的 那你又可以代一下,這個如果我們拍下去變成9的話呢 這個我們代回9下去,那9的平方就是81啦 那要81,減完3之後就剩下78 那我們要入面這塊東西呢,3乘以某一塊東西等於78 我們知道這個x,y加y,c,再加cx這一塊東西呢 就需要等於26啦 那為什麼要這麼辛苦,要砌一塊這樣的東西出來呢? 那事關我們就可以用一條,跟3次方程有關的 我所謂叫做3次方程的偉達定理啦 那3次方程的偉達定理,我們要砌一條這樣的東西 那我們需要什麼呢? 那我們就需要有三樣東西的 第一條就是那3個根的和啦 第二條呢,就是那3個根的跡啦 第三條呢,就是他們兩兩相成 成員一起出來的東西 那我們有9、24和26這塊東西 那我們可以砌一條3次方程啦 這條3次方程,怎麼砌呢? 那我們就可以砌這個x,y,c 那這3個東西的根呢,也就是這3... 就成為了這條3次方程的根啦 那這條3次方程呢,就是這樣寫的 t的3次方,減...3根的和,9t的平方 加...他們兩兩相成 26個t 減...減...他們3個根的跡,就是24啦 那這塊東西等於0的 那你呢...只要進行3次方程的解法呢,就...不難解出 t呢,就會有3個解的 t的第一個解呢,就是2啦 那...t的第二個解呢,就是3啦 t的第三個解呢,就是4啦 那我們手頭上有...2,3,4啦 那...但是只有x,y,c 我們怎樣配呢,怎樣可以配上全部的解出來呢 那我們看到呢,這些手頭上有的方程組呢 我們叫做...是一種...有對稱性和可以輪換的 那就是x,y,c,任理調 那x等於y,y等於c,你任理調都好啦 那你換完之後呢,出到出來都是這樣的form 那所以呢,我們有這三個解呢 就告訴大家,x,y,c呢 分別都可以等於2等於3等於4 那所以,將它們全部merge在一起呢 我們就會有...這個最終的答案啦 所以x,y,c呢 就等於它們...這三個解混合的全部可能性 那當然一個要是x,另一個要是y,另一個要是c啦 那所以呢,x,y,c 得出來的解呢,就會有6組的 第一組呢,就是2,3,4啦 2,4,3 3,3,2,4 3,4,2 4,2,3 4,3,2 那就是這6組解啦